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 那么整个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会先从多云到阴 然后接着阳光是会有露脸的机会的 温度也会逐渐的在白天回升 降雨几率大幅度的降低 所以今天全台湾各地除了东半部地区之外 原则上整个台湾地区是相对稳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降到只有10% 白天的温度也明显的回升 18到25度 那么这是属于舒适偏凉的温度 那么中部地区是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30度 南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是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31度 虽然整体来说中南部的降雨几率不高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中午前后的温度相当的高 都来到30度左右 所以有可能会在中午前后呢 因为热对流的关系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这是在山区的部分 所以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注意 那么这个午后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东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雨 降雨几率30% 白天的温度是18到27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0 白天的温度是21到26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花莲20度 台南高雄22度 宜兰19度 台东跟澎湖21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 是涨跌互建的 科技类股上涨 但是呢 那么一般类股的道琼工艺指数 还有标普白指数呢 仍旧是下跌的 而科技类股的上涨呢 反映的是 昨天包括了像是 这个Alphabet啦 还有包括了微软啊 他们公布的财报呢 优于预期 所以尤其是微软啊 它的财报优于预期 大涨7.24% 是带动美国的科技股上涨的 重要原因 那么但是呢 一般类股尤其是银行类股 那么简直是哀鸿骗野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第一共和银行 它所公布的财报 显现它第一季营收 存款流失的状况 非常的严重 而现在传出来呢 第一共和银行呢 打算要打包 将它的部分资产出售 来换取足够的资金运用 那么以避免呢 它会被FDIC美国存款保险公司 接管 那么或者呢 是为未来的增资来做准备 这个使得呢 第一共和银行 还有地区银行 那么跌幅都相当的重 所以我们来看数字 道琴公益指数呢 最后下跌了228点 收盘指数是33301点 跌幅0.68% 纳斯达克则是上涨了55.15点 收盘指数是11854点 涨幅0.47% S&P指数上涨了 下跌了15点 收盘指数是4055点 跌幅0.38% 费城半导体 则是上涨了16点 收盘指数是2922.99点 涨幅0.57% 好这个呢 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股市 那今天的走势呢 涨跌互建 那当然也影响到台股相关的 ADR呢 也是涨跌互建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 则是经济衰退的隐忧挥之不去 所以呢 导致了油价呢 还是持续的大跌 其实昨天美国能源局 有公布了他们上周原油库存 大幅度的减少了510万桶 库存减少代表需求增加 理论上来讲 应该可以化解市场的衰退疑虑 但是呢 油市的部分呢 仍旧对于衰退的阴买 非常的浓重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纽约油油气货价格 继续大跌了2.7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4.30美元 跌幅3.59% 创下了3月29号以来的最低价 这个月以来也跌了超过1.8% 而白海布兰特原油呢 则是下跌了2.8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7.72美元 跌幅高达3.57% 那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 0.19% 芝加哥小麦期货下跌了 1.76% 芝加哥玉米期货下跌了 0.66% 在黄金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则是涨跌户件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8.50美元 每桶子的报价是 1,996美元 跌幅0.4% 白银的期货呢 小跌了0.02% 不过铜的期货呢 小涨了0.14% 芝加哥的期货 也上涨了1.86% 另外我们看到的 就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在今天凌晨是下跌了 0.41个百分点 来到101.45 因为呢 美国核心的资本财订单 降幅超乎预期 显现呢 美国的企业现在 有缩手资本支出 减少购买设备的趋势 这个呢 是显现的 经济放缓的迹象 所以美元指数呢 就滑落了 0.41个百分点 另外我们看到 欧洲的三大 主要股市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18% 我们家指数下跌了 38点 跌幅0.49% 泛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 下跌了64点 跌幅0.86% 德国富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76点 跌幅0.48%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美国银行业的 担忧呢 再起 主要呢 是第一共和银行 这一个 这家银行呢 是在 这个矽谷银行 倒闭了之后呢 那么最常被点名 可能会是下一家 影响比较大的 这区域银行 就呢 第一共和银行 在第一季所公布的财报 它的存款流失了 至少超过了 700亿美元 而且呢 这个还是在 有大型银行 联合存入 300亿美元的情况之下 流失700亿美元 否则它的流失呢 会流失1000亿美元 它的去年底的存款呢 也不过1700亿美元 好 所以呢 这就使得第一共和银行 它现在呢 资产跟负债 错置的状况呢 错配的状况 还是非常的严重 就是它的资产 压住的都是长期投资 但是呢 它的收入呢 的这个 它的负债面的 这个部分的存款呢 其实都是 短期的存款 好 所以呢 现在第一共和银行 在昨天 先暴跌了 49%之后呢 今天凌晨 继续的暴跌 29.75% 继续历史 创下历史的 股价的新低 也使得 区域型银行指数呢 继继继继继继继续下滑了1.5% 这是造成 道琼以及标普白指数 下跌的原因 好 另外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耐久才订单 那么美国三月份的耐久才订单 其实你就一般订单 全部加总起来的话呢 跟前一个月相比 月增3.2% 这比预期要来的高很多 但是呢 这是因为有飞机的大订单 如果扣除掉了飞机 还有扣除掉了国防 那么这一些非飞机 非国防的 这一些耐久才订单 我们称之为叫做 核心耐久才订单呢 那是月减0.4% 反映的呢 不但低于预期 而且反映的就是 美国企业界现在的投资 似乎有缩手的现象 好 这个呢 是让人担忧的另外一个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 美国众议院呢 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通过了一项法案 那么将美国的债务上限 提高1.5兆美元 但是你不要急哦 这个法案呢 并没有真的解决 债务上限的问题 相反可能会让 债务上限的问题 变得更困难 因为呢 美国共和党所提出来的 这一个举债上限 增加1.5兆美元 它附带的条件是 必须要在未来10年之内 那么缩减赤字 4.5兆美元 它里面有明确的订定 哪一些项目呢 必须要减少支出 甚至于要停止支出 而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已经强调 他会否决这一个法案 所以呢 这会让美国的债务上限的问题 变得更难解决 那么尤其是呢 这一个债务上限 现在看起来 时间点可能会拉近到 6月就会面临到 美国财政部 没有现金可以动用 主要是因为 它今年的税收的状况 比预期要来的低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倒是显现有触底的迹象 截至4月21号为止的那一周 美国的房贷利率 虽然还是居高不下 高达6.55% 但是呢 它的房贷申请的数量 已经是增加了4.6% 这是过去这一段期间呢 少见的增加 凸显出来 是不是谷底已经到了 这个是目前呢 市场在观察的一个事情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的财报当中呢 微软跟Alphabet 他们的上一季的获利 都优于预期 尤其是微软 它的营收呢 是增加了7.1% 那么获利呢 更是超越预期 尤其是企业的云端 运算需求强劲 那么微软已经强调了 他们会再增加 有关于云端的相关的投资 这个对台股不知道 有没有正面的影响 不过呢 Alphabet的部分呢 它也是它的 它的这个获利优于预期 不过它的营收呢 是这个往下滑的 但是是优于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微软呢 最后的股价是大涨了 7.24% 可是Alphabet呢 最后呢 股价是小跌了0.13% 另外德宜呢 对于这一季的营收 估计会年减16% 这个消息呢 使得德宜的股价呢 是下跌了2.91%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全球电动车销售 那么这个是EIA 国际能源总署呢 他们所做的调查 他们认为 今年的电动车销售 估计年增率可以高达 百分之三十五 使得电动车的销售呢 从去年的突破一千万辆 那今年呢 会增加到将近一千四百万辆 而整个销售比重呢 会占整个的车市呢 高达了将近两成 占百分之十八 你如果拿2020年的时候呢 当时电动车的占比 只有百分之四 到今年可能会达到百分之十八 你就知道电动车的 成长的速度有多快 而这个IEA呢 国际能源总署 预估到2030年的时候呢 那么这些电动车的销售 将会使得石油的使用量 每一天减少五百万桶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因为它是这里面 这个表现最为强劲的 在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 预估当中 那么中国大陆的 电动车的市场 大概占全球电动车市场的 百分之六十 其次是欧洲 好那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当中呢 比亚迪不只是在电动车 那么领先 现在呢 根据他们的这个统计发现 第一季呢 比亚迪的销售总额 那么超越了福斯 成为全中国大陆呢 汽车或者电动车 加总起来的车市当中 第一品牌 那么大美国 这个这个德国的福斯 其实也他们在大陆 叫做大众 从2008年之后 就一直是大陆车市 最畅销的品牌 结果呢 在今年的第一季 被比亚迪超越 不过呢 我们看到是 在美国的中概股 这个月以来 其实表现是非常的疲弱 四月以来呢 它的市值已经蒸发了 上千亿美元 而且呢 在这个前几天呢 已经是连续连叠 六个交易日 创一年多来 最长连跌记录 使得它呢 从的这个金盖指数 它有一个叫做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呢 它已经是跌幅 这个月以来 跌幅超过百分之十 是这个月以来 表现最弱的股市 好我们来看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 上阵综合指数小跌了 0.77点 跌幅百分之0.02 深圳城市 则是上涨了36点 涨幅百分之0.33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是出现了跌升反弹 上涨了176点 来到19794点 涨幅百分之0.9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经过前一个交易日 大跌256点之后呢 昨天开低 大部分的时间 在平盘一下震荡整理 不过最后呢 拉尾盘 那么上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小涨了3.90点 收盘指数15374点 涨幅百分之0.03 成交金额 2156亿元 外资还是站在卖方 卖超了55亿元 投信呢 则是转为买超 买超了3.33亿元 而自营商呢 昨天呢 更是这个一举大幅度的买超 54亿元 所以市场开始在观察 这是否意味着自营商呢 有这个希望能够抄底的一个情况 不过自营商的波动 它的变动幅度非常的快速 所以要小心注意 好另外昨天呢 外资持续的汇出 大概外营人士呢 会市的交易员估计呢 外资昨天持续汇出 大约超过8亿美元 所以使得新台币呢 昨天连续第八个交易日贬值 已经来到了30.725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呢 其实也贬破了6.9的关卡 好所以呢 这看到资金呢 也从亚洲开始往外流 这里面呢 其实是压力之所在 昨天连电呢 举行了法说会 那么连电确实承认 这个目前呢 在金元代工的产业当中呢 预期它的产能复苏 要比预期来的慢 那么全年呢 估计全球金元代工的营收 将会年减7%到9% 这跟台积电的法说会的观察 是一致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全部门 感谢观看